完成了船舰塔的合体 并且要经历数个月的检查测试 卫星发射中心的标志性建筑 在这座厂房里 神舟飞船与船舰的背后是有三个垂直 垂直总装 垂直测试 垂直转运 之所以要采用三垂模式 为的就是把工作中心前移 把主要的测试工作都在技术区来完成 这样也可以减少户外 雨雪 风沙等恶劣气候的影响 而且可以大大的缩设平台 现在组合体加上活动发射平台的总重量 就接近了800吨难度 也就可想而知 在转运的时候 工作人员给它量身定制了一个超大超重的活动发射 这是空间站启动建造以来 首次在4月份执行载人任务 针对大风沙沉多的季节特点 这个发射厂系统对近30年来 这个时段的气象设计进行了统计分析 制定了专项的防范措施和应对策略 同时我们更新了部分设施的电源系统 加强了设备运行考核和状态的复查 组织了多专业的协同训练和应急处置演练 升级了发射场的综合态势感知 关键信息采集推送能力 优化了产品测试项目和时机 进一步提升了发射场连续随行任务的能力 感谢观看